The volume of the solid obtained by revolving the region 这个参数式 这是一个摆线参数式 About the axis 它的体积是这么多 那么A是等于多少 这是摆线 对这样一个参数式 这是摆线 那摆线呢 T是借在0跟2π T等于2π T等于2π的话呢 这个摆线刚好是绕一个弧 对这样一个弧呢 我绕X轴旋转一圈 变成这样一个旋转体 旋转体的体积 旋转体的体积的话呢 我们就是对X轴这样切割 因为对X轴旋转 对某一个X呢 我们切一刀下去 它会变成一个圆 我们算一下这个圆的面积 πR平方 然后再给一个很小的厚度 变成一个圆盘 我们算这个圆盘的体积 再把它累积起来 所以对照的话 我们就是相当于在这里 给一个X 这给一个X 它对应有一个Y值 这宽度是Y 这一个小小的厚度 这是DX 那这个圆盘的话呢 它的这个DX的话 我们把参数式找出来 T的导数是E DX的导数是Cosin T 旋转体体积 这个是原面积π半径 半径这里是Y πY平方 乘上DX 这累积起来 会是我们所要求的体积 那不能有Y又有X 我们现在既然给的是参数式 所以我们全部呢 把它改成T的形式 所以这是π乘上Y Y就变成4倍的 1-Cosin T的2次方 再来一个DX DX又来一个2 1-Cosin T 所以这里要变3次方DT 所以我们把参数提出去 这里是8π 1-Cosin 3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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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osin T 加3倍的Cosin T 加上Cosin 3次方T 那一项一项求它的反导函数 反导函数 那我们知道Cosin呢 它是一个对称图形 如果我们算0到2π 0到2π 它的定积分会正负抵消 这个周期函数 0到2π的话正负会抵消 所以Cosin T0到2π的话呢 这个会变成0 那一样三次方的话 这个也会变成0 0到2π 它的正负会有抵消掉这种性质 所以我们不需要算 2次方我们再算反导函数 是要把它改成什么呢 2分之1加Cosin 2T 所以我们一项一项求它的反导函数 1的反导函数这是T 2分之3 反导函数是2分之3T 这个是2分之3 Cosin的反导函数是sin 前面是2 所以要乘上一个2分之1 0到2π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 8π 2分之5T 2分之5T 所以变成5π 那这里带到这一项都是0 所以我们得到5π 40的π平方 所以体积如果是Aπ平方 A就是等于40